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可能在若干的业务上面 是涉及到国家的决策 国家的利益 是因为他有两个国家 他有两个国家 他不知道要终于哪一个 绿卡其实没有这个效忠的问题 因为他不是他的国民 好 那当然我们今天谈到这个 我先分享两个部分 第一个绿卡的部分 那您也知道美国AIT 他要进行签证的时候 他是我们一般都是申请 非移民签证 那你有绿卡的人 到了美国以后 入关的时候走哪一条路 有绿卡是另外一个卡 另外一个关道 那你如果在进关的时候 你如果有其他的签证 是不是走另外一边 不然你是B1 F1 或者是外交护照 那如果有这一方面的签证的人 会不会还有保持绿卡 这个说实在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没有用 但是我知道 我在美国去观察 他是有永久积留证的 他是走另外一个管道 没有错 因为你有绿卡 他不会给你那个东西 显然如果你拿那个东西 那个绿卡是早就失效了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可以去更清楚的去了解一下 美国的作业 所以在通关的时候 就很清楚 不可能你 你有绿卡还可以准 你会给你这个签证 早就那个东西没有了 放弃了 或者失效了 这个我是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 美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第二个呢 今天呢 提到这个国际法的一个修改 修正 那这个修正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委员也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见 包括不管是政务官 很多 过去是有 他也可能来的之前放弃了 也可能在任期内放弃 那至于查证不查证 那是看我们行政院怎么去处理了 但是刚才也有委员提到 那名义代表呢 对不对 也是一个问题 那刚才段委员也提到 还有情报人员 是不是 也算 那情报人员当然是更严重的 跟国家利益有关的 可是我现在呢 我也手边也接到一些资讯 我比较有困扰的问题就是 中央研究院 这些 研究人员或者是院士 他有没有忠诚度的问题 他算不算公务人员 他在国际法里面 对于这个研究机构 或者大学的这个 校长啊 兼任这个行政主管都排除 他甚至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但是呢 有双重国籍 如果只有外国国籍也可以吗 是 好 那 他要有中华民国国籍 他是要double 他要双重国籍 你知不知道有人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也照样担任他们的所长 院长 院士 或者是 院士应该是 院士也许 院士比较 比较开放一些 是 所长呢 还有各个中心的主任 行不行 我 我不了解 你不太清楚 但是照国际法规定是双重国籍可以 中央研究院呢 有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组织规程 就是他有十几个所 那么 我个人的了解 我接获的资讯呢 他的生物科技 跟数理研究所呢 有十几个所长 是有双重国籍的 是双重国籍是引起的 其中也有若干人是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 那这样可不可以担任这个所长 这个所长 这个所长是不是工人员 也许你现在不知道 没关系 我告诉你 这个组织规程的第三条里面讲说 所长要中理 所内的行政跟学术事宜 学术事宜我没话讲 学术事宜我们当然是延览第一批的好的人才 但是有非常多的所长 中心的主任 不但是年纪非常大 有的是七十几岁的 还继续延聘 一聘再聘 还延到105年 中华民国这个 这个公务人员可以这么久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当然也可能你只把他带回去了 第二个问题是 他负责行政 所长从名字看来 应该是有行政的功能 因为对啊 他算不算公职人员 是吗 是 对不对 他负责行政 可是他没有中华民国籍 也可能是双重国籍 因为这个问题 双重国籍是可以的 在研究机会 中研院是可以的 但是他负责行政 你就是公务人员 而且超过一半的时间 不在中华民国 这会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个里面问题多了 今天要谈到国籍法 你现在规范的 不只是政务官的问题 刚才有 不管是情报人员 民意代表 还有中央研究院 我只是举个例子 我不是特别针对中央研究院 我只是想说 可能有些研究机构 是这样子的 是 他既然要负责行政工作 那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台湾 你做什么行政工作 那显然的行政工作 是可以让本地的 自己的本中华民国民 具有相当学术能力的 他来做 为什么一定要请这些人呢 而且现在呢 院士 他可以转认为 变成特聘研究员 薪水非常高 几十万 然后他一天当然不在 这合理吗 还接了中华民国的 这个行政工作 否则你就不要接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 我不是特别把这个问题 要请你一定要去解决 因为这个 他的组织是总统府的 总统府的 但是呢 这显然这个国际法 所规范的问题 既然规范到工人员 那有很多的很多的问题 各种不同的状况 我觉得应该要从长计议 而且要通盘来考虑 否则大家应该 站在同一个角度上面 你前面这些政务官 有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忠诚度的问题 那你难道这个国家 最重要的这些研究机构 不要吗 没有忠诚度的问题吗 国与国之间没有难道 这种科学研究的竞争吗 有没有国家利益的问题啊 他一拿拿的是 上千万上亿的经费 你有没有去看看 这些研究人员 这些所谓的院士 或者是这些 重要的特聘研究员 但是他们还兼行政工作 然后绝大部分呢 挂名的时候呢 都不挂中华民国的院士 他都是挂国外的教授 挂美国的院士 那我们中华民国 为什么给他这么好的待遇 他到退休的时候呢 我们还供养他 这合理吗 我只是举个例子 我觉得有太多问题在这边 所以呢 我建议这个案子 真的要从长计议 要通盘来考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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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ies 谢谢